第1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3个 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第5个 尖碧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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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 三股金刚书衣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坐手就是做金刚书衣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压住右臂 从坐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书衣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我开始念的祖母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 获得这种僵责 我开始念 patio 而是我的问题 对那种如皆 然 mandate 彼此 我 Mini 我以前 研究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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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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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完的衣服的话,上师融入了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行事,也不引致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佛加倍,兵们不放心,云和凡成病。 他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受到赞叹,受到离养的过程当中, 如果中间有些人站出来,加害我们的名声和财富快乐等等, 那这个时候大多数的人不能理解的,可是这种事情应该加以分析, 如果分析的话,坏坏我们的名声,坏坏我们的利益, 应该是个好词,不是什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呢? 我本来前往恶趣当中感受无量的痛苦, 但是因为诸佛菩萨的加持是不可思议,蒙受佛的加持, 蒙受佛的慈悲加倍,我前往的路已经阻挡了, 也就是说,前往恶趣的门已经关了,不让我去的, 那这样,我这样的利养有什么不好的呢,应该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此我怎么会反而嗔恨对些加害我名声的人呢? 就是不应该的,实在是不应该嗔恨。 之后,罗特仁波切也讲了,先现是顺缘, 但实际上出现违缘的也是有, 比如说,有些人领养非常多,名声也是,大家都清楚, 这种名声也是很大的,那这种人表面上看来都是, 好像他最近又发财了,又名声了, 但实际上他的修行、道性逐渐逐渐损坏,这种情况也是有, 有些表面上看来是违缘,但实际上成为顺缘的也是有, 表面上看来他受到的痛苦,受到别人的毁谤, 可是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人受到毁谤和机会, 他会自己是至高欺扬,然后产生傲慢性, 而受到这样的别人的恶语之后,他自己也是精神小心, 最后自己的修行圆满成功,这样有些时候违缘变成岁缘的现象也是有, 所以说我们自己认为,今天我受到了别人的痛苦,别人的这个机会, 我实在是忍不了,千万不能这么想的,这就是佛的价值, 本来我的工作、生活等非常顺利,这样顺利下去的话, 佛知道你的出离心是生不起来,你的恶趣的门永远都是开通的, 这样之后你就自然而然地会趋入这个可怕的门, 就这样一来,佛陀显现为别人的怨地的这种形象, 然后以语言的形象来遮止你的恶门, 那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呢,非常好的事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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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福德的障碍 如果我们嗔恨别人的话 实际上这是造福德的一种障碍 就是不合理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为敌能障佛 成敌也非党 难行陌生人 云和不仁义 他这里就是说 有些人说 敌人经常进行毁谤我 进行破坏我的名声 对我的积累质量方面 而且积累福德资粮上面 有一定的障碍 比如说敌人没有进行毁谤我的话 人们对我的看法都很不错的 一旦对我进行毁谤 从此之后可能对我供养的 恭敬的都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本来想是积累很多的钱财 上供 下施 积累资粮等等 做很多的佛事 可是现在这些福德 全部依靠别人的恶言摧毁了 因此我不愿意 我的福德资粮受到损害 所以说敌人对我的这种恶言 我实在是任无可忍 有些可能这样想的 但是这种想法是错的 下面我们本论作者论师 对他进行波持 成绩也非党 那么嗔恨敌人实际上我们对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凡是众生 我们对他进行嗔恨 不应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表面上看来你的福德 可能有所损失 但是真正从功德方面想的话 所有的苦行当中 就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修安忍的这种苦行最难行的 但是在这些苦行当中 功德也是最大的 而且功德也最大的 那既然是功德最大 不但是你的福德 不会有损害 而且功德越来越就像上宣仪一样 增上圆满 这样的话 你凭什么不忍呢 应该认受 所以凡是入了我们佛教的这些人 应该大家遇到这些违缘的时候 尽量地能不能对治自己的烦恼 进行修持安忍波罗蜜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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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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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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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里的意思 如果因自己的过失 不能看人敌人的危害 那难道不是遮障了 自己修行福德的因吗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相续当中 应该也有很多很多的过失 正因为自己没有好好地 对着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然后不能忍受别人对我的诽谤 遮障利益等等 那这些实际上我不能忍受 不但不成为一个功德 反而成为它是一种遮障福德的因 这种福德的因 我们自己都是想 别人害我的时候 我还是要尽心尽力的行持善法 为了做福德 我对别人还是生嗔恨心 有这种情况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在《供等经》当中 讲了四种不可思议 其中讲了众生的业力和根机 不可思议 意思就是说 我们众生的业力和根机 不可思议 当我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 有以前世的一些仇缘现在 有些可能全身当中 也有一些因缘 这样之后很容易 别人很有可能害我们 这种现象是在随时都可以出现的 不管是你到陌生的地方也好 到熟悉的地方也好 凡是在 处处都会有害你的人 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们自己应该就是想 如果你想到今生当中 从来都是没有害过的话 那可能是前世的一种因缘 因此别人诈害我的时候 我不应该对他生嗔恨心 以前阿底侠尊者也是这样讲的 别人对你进行加害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生气的 如果你生了气 怎么会得安忍波罗门的量纪呢 修安忍的这种量纪 这么得呢 因此我们最好的一种机会 就是修安忍 修安忍的时候 就不能这样的嗔恨心来进行对待 如果嗔恨心来进行对待 那么自他都不利的 所以从我们世间的 道德观念的角度来讲 确实是人的这种宽容性 人的这种安心放下 这一点就非常的珍贵 谢谢你们 华原本说的 我应该是一句道理来说 对待的 人的慾问 我们就是说 这一句话 我们现在是重新的 我们把破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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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如法的 或者经常不同程度危害你的话 那你应该尽量地扔下来 这就是修行的一种顺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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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非常想布施 想布施的时候呢 那么没有乔丽的話能不能布施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你有了财富 而且你的因缘世界也到了 心里面也真正像这些财富 布施给可怜的众生 但是那个时候 如果没有乞丐的话 那你布施的善行 就不能成功的 但一旦有了乞丐的话 那么你布施的功德会圆满的 就是会成功的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修行布施的人来讲 你对乞丐不应该产生嗔恨之心 为什么呢 如果他没有 你的布施波罗蜜多 没办法圆满 乞丐没有的话 布施乞丐的 有条件的你地牢也是没有用的 对他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凡是乞丐作为布施的 最好的一个主言 如果没有乞丐和可怜的这些众生 真的也是没办法进行的 也同样的道理 受戒必须要有 传戒阿瑟尼和传戒的这种邪摩师 还有一些清教师和其他的圣人 那么这些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相续当中 尤其是别戒多戒无法得到 别戒多戒一般是 依靠这种意愿而得到的 那么我们就不能说 我今天持戒波罗蜜多的主要违缘 就是这些阿瑟尼 这些阿瑟尼非常的讨厌 就是因为我不能受戒 那不能怎么说 你受戒的来源就是这些阿瑟尼 你那个布施圆满的来源 就是这些乞丐 同样的道理 我们前面所讲的内容 我安忍波罗蜜多的来源 就是这些坏人 如果没有 实际上所有的人全部变成好人 那么我们学的 安忍波罗蜜多是修不好的 所以说 安忍波罗蜜多的这种 真正的来源就是坏人 因此千万不能离开坏人 在任何一个部门当中也好 在团体当中 求知不得的是什么 就是性格不好的坏人 如果有了一个坏人 那么在场的所有 与他有关系的人 都修成波罗蜜多 每天他的功德不断地增长 如果人人都是脾气也好 人格也好 脏得也好 互相都是非常可爱的话 那他们可能有其他的功德 也许可以产生的 但是安忍的这个功德 在他们家里面就没办法产生 如果你认识一下 也许可以去说 我们还有一句话 赶紧知道 如果你认识到我们的人 因为我们就不必行 带工的状况 根本的派声 请问一下 如果也是一句话 你认识到你这样的那种 算机 对 像你的一句话 这样的意思 请问一下点 一定是必须白的 因为在离开说了 没有人人 然后你现在因为作者 反充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应当翘楚嗔恨而恭敬 这个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就是讲的 以众生自知功德来当恭敬心 那么这个也是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是成就我菩提的助言 所以对众生一定要恭敬 那么这一个科判也就是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恭敬的应成立 恭敬就是众生的一个应应该成立 世间七者中 人缘敌还稀 若不外之缘 比无危害者 他这里就是世间上的 要逃犯的这些乞丐 乞丐的话 与敌人相比较起来的话 那么应该乞丐是相当多的 而安生般若弥多的对境 这种不是特别多的 敌人害我的不是特别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菩萨 他没有往外有结成抽缘 这样以后 所谓害他的毕竟是少的 就是不会有的 原因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一般来讲 不管是到哪个国家 到哪个地区 到哪里 贫穷的人 可怜的人 到乞丐的人 这种应该是多的 真正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 那么这样危害力的人 非常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菩萨 生生世世当中 是对别人的危害没有的 如果你不害别人的时候 而别人凭此害你 也是很困难的 因此说 一旦菩萨 发了菩提心的人 找到了一些危害力的人的时候 他就像获得了如意宝那样 非常的欢喜 真的修行比较好一点的 尤其是真正发了菩提心的 有些菩萨面前的话 害他的人 整天都是找不到的 所以说 你一旦在生活当中 遇到有些人害你的话 那么就是非常的高兴 也愿意容易接受 所以世间的乞丐和缘恨的敌人 比较起来的话 乞丐容易好造 所以故事的对境是好造的 而安忍的对境不好造 我们一旦遭到安忍对境的时候 不能失去这种机会 一定要把它用上 因此我们逐渐逐渐成为 修行成为菩提的因 这样之后 对此他都是有非常大的利益 的 Moi felt the way 有勇集图 这把人结束自己那个一日 Whew 那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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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